80年代的香港娱乐圈星光熠熠,不管是影视圈还是歌坛,都有着赫赫有名的人物。 大家熟知的就有刘德华、张国荣等人,其实除了他们俩,还有张学友和周润发,他们俩还有一段特别的缘分。 周润发是香港电堂级的影帝,曾获得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,两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, 后来更是去好莱坞发展,获得美国电影协会亚洲杰出演员奖。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,其实周润发有一个歌手梦,也想发展自己的歌唱事业,甚至已经录制了专辑大碟,可是最后却不了了之。 提及原因,周润发曾说道,因为当时已经预感张学友会是未来的歌神,自己才会知难而退,离开乐坛。 他这句话确实也成真了,如今的张学友被誉为歌神,他的年唱片销量曾名列世界第二位,减排在美国传奇歌手迈克尔·杰克逊之后。 不过张学友在电影方面的成就同样不容忽视,2002年凭借文艺片《男人四十》获得印度影展最佳男主角奖, 周润发打趣地说,当年我因为你而退出乐坛,如今你来和我争影帝。 不过小编觉得发歌唱歌也很好听,只是他太低估自己了,如果进军歌坛,说不定也有一番成绩呢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